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S那一天还会举办科技日展示联盟新技术 搭配安国的续字材 新顶的图像处理后 这一家人都非常团结 一起来抢钱 布局多年的VSELL感测元件也传了捷报 传打入三星真无线蓝牙耳机 最快下半年会开始放量出货 今天工掌停满 集团小兵营收比一比 我们看一下安格 舌月营收年增191% 但年减13.7% 那这个去年营收是年减 那这个去年营收是年减 那去年一整年是年增22.6% 表现非常优异 因为他也搭入了AIPC相关的题材 那我想问一下展哥了 其实说真的2023年 真的好多的股票涨势都非常凌厉 可是不少人的感想都跟我一样 我有买到标股 但我一半就被洗下车了 这次让人家非常饿腕的事情 展哥今天要教大家 标股怎么样 你抱不住没关系 可是你要选择勇敢切入的机会 就可以再继续赚到钱 今天展哥是我们这个阶段 最后一天上节目 在下节目之前 还有很多的投资的心法 跟一些心理战术要跟大家分享 OK 好 今天其实 因为昨天晚上 最近我们在做那个 跟那个产户投资人联络 聊天的过程 其实我发觉有蛮多事情 因为我们以为是这样 但是可能产户同学并不是这么以为 所以说聊天的过程 我发觉很多的 大家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就慢慢的理清出来 所以也欢迎大家 就是扫QR Code 对 那有什么问题 其实你可以 持股诊断有需要的话 你就可以扫QR Code 在上面留电话 然后我们会 在打电话跟你聊聊天 不过当然我不会聊太久 如果有兴趣的话题 我们可以聊久一点 因为我们一个人聊十分钟 我一个小时也只能聊六个人 OK 那昨天聊了一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跟我说 技术分析 他就说 你们这个分析师不是在看图说故事吗 所以技术分析有没有用 我们就从理论的角度跟大家做个分享 第一个 这个效率市场假说 这1970年 发码其实在投资界 在这个投资学里面算是很重要的学者 所以他1970年提出这叫效率市场假说 第一个重点 这是假说 这跟自然科学不太一样 自然科学讲说什么法则等等的 所以假说其实就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知道 但是他用这样的假设来推论 OK 那第一个 他讲到什么 效率市场中 投资者来买卖股票的时候 会迅速有效的利用所有可能的资讯 然后价格会完全反映所有可获得的讯息 意思是什么 就是什么讯息一丢出来 市场就反映完了 其实我们像我是念经济的嘛 我们经济学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假设 我们经济学原理第一句话就是什么 假设人是理性的 但是这个假设就是根本的问题嘛 但是OK 因为是社会科学 所以还是必须要在假设的前例下进行推导 所以概念上是这样 但是会不会符合真实人生 这不一定 所以经济学家里面凯因斯嘛 他就很厉害 他的学说里面就加入了所谓人性的概念 那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就是 谁说我不能在股票市场赚钱 我就赚给你看 然后就真的进股票市场 然后大赚一笔 然后最后当到英国财政部长 所以确实他的学说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我们就讲回到这个效率市场 第一个 他说定义几个 弱势效率市场是什么 充分反映了过去的所有讯息 那技术面是什么 技术面是什么概念 技术面是不是说 我过往的价格我把它划成图形 对 划成图形之后 那我们用这个图形 可能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来做预估嘛 但是你看 如果是弱势效率市场 已经充分反映过去的所有讯息 意思是什么 就是技术分析是无效的 概念上是这样 然后半强势效率是什么 充分反映了所有的公开资讯 那当然公开资讯就包含什么公司的基本面 新闻等等的状况 意思是说讯息一出来市场就调整 市场价格就调整 但是这个其实就经验上来看 大家可能会常听到嘛 就什么讯息出来 哇啪拉着银 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你说是不是 有时候看起来市场又有点半强势的概念 那所谓的强势效率是什么 充分反映了已公开跟未公开的所有的情报 那这时候所有产户就会最喜欢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听到什么什么内线消息 多厉害多厉害 但是如果市场是强势效率的话 意思是什么 觉得内线消息也无效 对 因为他已经反映过了 对对对 就是一出来我们就反映了 所以概念上 大家先有这样的概念 各种状况就是技术面 基本面 然后跟内线消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讲技术面 原因是什么 其实技术面我觉得对一般散户来讲 大概是最容易学的东西 然后但是呢 这个今天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这叫Canceling选股法 这个人叫威林欧妮 他出的书特别带来 我还买原文本 来我们先看 如何在股市赚钱 对 来这一个Canceling选股法 它每一个字母都是一个条件 我们简单浏览 C就是当季的美股盈余 A是每年的美股盈余 所以这边是不是财务面 然后你有没有新产品 新的管理层 或者是股价创新高 A这里有一个 股价创新高 然后再来是什么 筹码面 筹码供需 然后强势股或弱势股 那当然里面也包含说 在产业里面是不是老大 或者是说 它股价走势 是不是在里面最强的 那再来什么 机构法人 或者是整个大市场 市场的动向 来看了这么多 好像比较执着在哪里 基本面 然后筹码面 对不对 对 但是为什么我特别带这本书来 大家可以翻一下 这里面原版跟中文版的最大差异是什么 原版是大量的图表 大量的K线图 对 大量的图表 所以并不是说它并不在意 所谓的技术面 所以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它讲了这么多 这么多条件去筛选 筛选完是什么 技术面进场 所以为什么我会跟散户同学说 其实技术面还是很重要 但是你在运用技术面的时候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这个我们也一一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 来几个角度 这个地方是这样 来这个是油灰 来这个 如果我们看这边 因为技术面我自己的习惯 我是喜欢用形态加所谓均线 那这边比较偏向形态 来这里有没有一个WD的形态 有 对不对 这里突破 所以我这边买 然后是不是上去 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个WD的形态 然后突破 对 但是我是买比较早 因为这个有时候是技巧 那这里买 这边上去 对不对 然后梗顶其实也是 这边是不是一个WD 对 这边是不是突破 所以我们是这一天在那个 节目上介绍 对 介绍了两根涨停 然后也上去 所以你看技术面的操作 其实是有一定的重复性 就发生什么 后面可能会怎样 确实我们 从经验上来看 确实有这样的状况 那另外我们再看 如果你同样的概念 是 一个比较大的底部成型 比较大的底部成型 那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 没有抓到它 但是OK 我们先讲 这边一个大的底部成型 我们把颈线画出来 是不是蓝线 对 蓝线是不是这边就突破 突破还有稍微拉回 那后面这边突破完 是不是就啪就上去了 那当然你说你会卖在哪里 这我们不在今天的范围 可以在我们自己的频道 我们会多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也是提醒大家 你通常问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问那个 什么什么股票好不好 这个我没办法这样回 这太空泛了 不够具体 对 但是你如果问说 这个操作的方法 交易的方法 这种东西就可以聊 那我们就可以在节目上 多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接触 我确实发觉 很多投资人就是 其实是懂费懂 可能学了一点点 那中间其实是一整套的逻辑 OK 那另外 神盾今天为什么很强 来你看 这边是不是也是一个WD 对 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我记得是135 对135 然后这是135.5 所以今天盘中突破 其实我们昨天在筛 那个筹码的时候 我也有筛出来它 所以今天早上突破的时候 我就觉得差不多 就拉上去就说场平 但是你看 这边一样的概念 是不是WD成型 形态突破 然后形成 然后忽然拉出去 来呢 再来我们就看这个 这个我们先盖牌 不跟大家讲说是哪一档 好 那这边 其实你看 这边上来是不是一个平台 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突破 这也是一个突破的位置 但是你看 第一个我买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当然 这边 我不见得一定会买在突破的点 对 我就想问展哥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的问题 说 为什么不是买在突破的那一个店 而是在前两天就先去布局 对 因为这种状况 有时候是价跌量说 看起来有指纹的迹象 所以我不会说这一根我就买 我会想说这一根看起来好像指纹 但是这一根我觉得会比较保险 但是这一根保险的原因是什么 这边还没有突破 就如果后面再突破 我们可以再加码 但是如果这边我买错了 你说真的回头要停损 我是不是才买一半 所以这个有风险控管的概念 所以这中间还要搭配什么 资金的运用 资金的控管 OK 那我们看这后来股票涨怎样 揭晓一下这什么股票 好 这涨了个股呢 这叫亚翔 刚刚讲的那一段是不是在 在这里 前面 在这里 但是你看 这一段上去 买完确实上去 但上去之后又洗下来 这里其实就跌下来 这也跌还蛮多的 跌了大概10%左右 但是你看后面是不是就啪啪啪 一路上 一路上 所以你说 如果你突破买 买在这里 看起来是成功 前面已经成功四天了 就后面两天直接跌回来 那你怎么办 我可能会砍掉 对 有可能会砍掉 但是你砍掉的问题是什么 后面你可能要有勇气再买回来 这边突破再买 这是最难的地方 对 OK 那当然假设 前面的错误没有发生的话 那我们后面要怎么报股票 或者后面还没有办法进场 这个地方也是延续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叫所谓的相形理论 这边是不是形成一个相形 对 这话有点淡 大家荧幕上看不太清楚 大家可以到这个展哥的群组里面 去查资料 我们今天也可以 对 我们今天也可以在 我们自己频道上 再跟大家多分享 所以这个相形理论的概念是什么 这边每一个相形 我们稍微把它画一下 相形理论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什么时候出场 就是跌破前一个相形的低点 所以你看每一个相形 跌下来有没有跌破 都没有 完全都没有跌破 所以要不要出场 理论上是不用 如果依照相形理论来操作的话 那你看我们进场可能六十几块 到现在一七三点五 其实已经快要三倍了 但是OK 这个是理想值嘛 对 理想值 但是你说中间会不会遇到错误 来 我们看几个例子 好 像这几天有一些错误的例子 突破失败的例子 来 5236 来我们稍微那个 K线变大 K线变大一点 对 这边是不是突破 对 突破是不是上去 也成功了 结果连两天杀下来 如果这边突破买是不是套牢 来3217U群 3217的U群 U群当然我们之前介绍过很多次 这边是不是也突破 也是一个突破啊 对 隔天杀跌停 但今天又上来 好像我们昨天讲 我们是不是说回来反而可以买 对 所以今天一开平盘 其实搞不好今天是一个买电脑 所以你说 一定会有所谓的成功或失败的可能 对 这个就是技术面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用了技术分析之后 你不是说开始就找到交易的圣杯 从此无往不利 所以要接受失败 也是在这个投资过程当中 一定要学习的 对 所以最后礼拜五跟大家分享 这个电影 这叫《决胜21点》 那里面这个主角是个白人 这个原型是他 真的 原型是他 是一个华人 是一个华人 那他在里面也有客串 美国的片子 真实片 常常喜欢这样 来这个主人 叫什么 叫马凯文 他说什么 这个电影就是 他们去称霸赌场 对 称霸拉斯维加斯 去算牌 对 就算牌赢很多钱 然后中间是怎么说 他说算牌只能提高3%的胜率 那3%是什么 就是 你的胜率大概提高到53% 所以简单讲 头筒板是50% 你其实比头筒板稍微多赢一点点而已 但是OK 如果从统计的角度 或几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如果出手9次 其实没有高多少 大概快要靠近6成 58% 57%多 但是你如果怎么样 一直出手一直出手 用同样的方法 一直出手 你出手到999次的话 其实你赢的几率 就会提高到97.12% 这个是几率的概念 所以其实在股市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用技术面来分析 重点是什么 这个可能过去出现的几率很高 所以我们一直做 但是失败了怎么样 我们接受失败 去该停损就停损 你一直重复这样的事情 就跟他算牌的概念一样 你不是说算了牌之后 从此雨过天晴 每把把赢 不会 该输就输 但是该赢的时候要赢 所以这中间牵扯到 所谓大小柱的概念等等的 这些比较深入的细节 欢迎大家记得 扫QR Code 我们在我们这些频道 多跟大家慢慢分享 好 感谢展哥 今天这不只是分享了 一个大师的投资的好书之外 也告诉大家一些投资的心理学 的确啦 这个突破之后买进是很多人喜欢使用的计较 但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成功 可如果说呢 你把多次的试炼呢 来做这个练功的话 其实呢 依然是可以提高你这个投资的胜率的 那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跟展哥来询问咯 我们是一家合法投资 免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订阅